臺灣和印度完成以降 合作比方路MOU 三十天裡面 就要報行政協定 接送立法院加教 路團隊認為 應該是該由立法院審査 要用政府對政府的責任方式 比喻中南北洩 路東部的回應 會在未來會議討論 以降MOU要審議 以降MOU要審議 看這話稿後 要有當年以降的MOU 要由立法院審議 而且以降因立就要採用 政府對政府的責任方式 臺灣和印度 立法院審議 MOU換問 三十天來就要報行政議協定 結果上立法院查證了信號 因立印度以降的議題 現在繼續在這裁 這麼多路團和公民團體 撤回到立法院外面表達訴求 因認為 印度以降因立 對臺灣的路口 其他地方的路口 也和臺灣社會影響不加大 應該該由立法院審查 被變互相作協 談的事情換成跨國勞動力引進的時候 換成被影響的對象是勞工的時候 就變成查照 為什麼可以這樣 先跟對方簽完行政院被查 立法院念一念 就通過了 立法院把關 是民主國家運作的一個 最基本的原則 那這邊要強調的是 我們能不能落實國對國評估 其實也是一個民主的問題 包括菲律賓 印尼頂國際在來以降 也告定新聞 支持政府對政府提供 也會由臺灣政府 將是以降的領款 不要讓中概收支 維吓會上聯想再發聲 那當然我們在跟 未來再跟印度召開雙邊的 這個工作小職會議裡面 引進的方式 也會把執聘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共同的來討論 最初的朗課會議說 未來的國家印度方便 正經共作三集的會談 討論包括 連續行業頂頂 包括地平頂方式 也都會在這裡未來的討論 記者綜合部都 我們在這裡未來的討論 我們在這裡未來的討論 我們在這裡未來的討論